大家好,我是抄子 今天用辣椒和茄子做一道特色美食 不蒸,不炒,不油炸 上桌就是一道特色菜 一个菜养活一个店 首先我们准备两个长茄子 两个辣椒 喜欢吃更辣一点的可以放两三个小米辣 将茄子辣椒用清水清洗干净 茄子太长,我们将它一分为二 用铁签子将茄子辣椒穿起来 全部处理好以后放到火上烧烤 家里面有烤箱的也可以用烤箱 或者采用蒸的方式 但是用炭烤做出来的味道最香 把茄子辣椒烤至表面切黑马虎 内心成熟 烧烤期间记得前翻动 不用刷油,不用撒盐 烤熟烤透就可以了 为了吃的更过瘾,我又放了两三个小米辣 一同将其烤熟 全部烤好以后放入盘中 将铁签子取下来 用手扒掉茄子辣椒表面切黑的外皮 记住这时候千万不要用清水清洗 清洗的话香味全无 用刀改造成小块 或者把辣椒和茄子一同放入倒蒜器中捣碎 辣椒同样切成小段 准备大蒜 准备大蒜 陈其不备将其拍晕剁碎 大蒜可以稍微多放一些 剁碎以后 将茄子辣椒一同放入碗中 放入适量的盐 少许白糖提鲜中和味道 少许生抽 香醋 香醋或者米醋 芝麻香油 用筷子将其搅拌均匀 一道非常下饭的烧椒茄子就做好了 看着不起眼的一道菜 吃起来那真的是R好香R好下饭 而且吃了有淡淡的烟熏味也不油腻 有时间的朋友一定要试着做一下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点赞 再忙再累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拜拜